继上海 北京 广州之后 中国又再度爆出新疫区 浙江省卫健委25日公布 全省这几天新增确诊数 每天突破100万例 然而当地疫情还尚未达到高峰点 根据近期病例监测 明年元旦前后 浙江全省每天新增确诊数 将高达200万例 高峰期预计维持一周 以前我们每天 大概内科的病人只有100多 现在我们每天 我将近400 根据中美澎湃新闻报导 截至当地时间25日 浙江全省在过去的一周 医院发烧门诊 单日最高就诊人次 高达40.84万人 是平常的14倍 世界卫生组织也警告 中国感染新冠 却未通报的病患住院人数 恐怕早已不计其数 尽管病毒持续以惊人的速度蔓延 中央疾控中心25日与24日 公告的全中国新增病例数 却都不到3000例 明显与事实不符 不只有浙江 山东省青岛市 以及广东省东莞市 每天各新增几十万病例 远高于中央统计数字 就在各地医院 人满为患之际 殡仪馆与火葬场 冰柜 焚化炉也难以容纳 大批往生者 广州市殡葬服务中心 甚至在24日公告 由于近期业务量过大 除病服务只能延到 明年1月10日后申请办理 此外也有殡葬业者透露 以前一天只需要处理 40具遗体 现在却暴增到150具 远远超出殡仪馆负荷 更惨的是 大量人潮聚集 导致越来越多工作人员染疫 加剧疫情惨况 这与中国政府声称的 只有零星死亡数 天差地远 华语新闻谢中月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